- 好的 - 有要補充嗎? - 哪一個賭盤 - 最佳攝影 - 最佳攝影啊 - 我們來看一下 - 最佳攝影啊 - 最佳攝影啊 - 因為這可能是那個 - 奇異殺手2049 - 唯一一個機會 - 可惜 - 可是我覺得他好 - 不只是在那個 - 煩死了 - 羅傑迪丁斯 - 第14次入圍 - 他還沒有拿過獎 - 也是一個 - 老大師 - 但還沒拿過獎的老大師 - 就看這一次 - 羅傑迪丁斯算很老了嗎? - 老了老了 - 他入圍14次的人 - 應該不會年輕到哪裡去了 - 那沒有啊 - 可能給他又變成輪到你了 - 這樣 - 可是也不一定啊 - 我覺得他們 - 給技術獎項的時候 - 好像變得比較沒有 - 沒有在分配的感覺 - 你知道 - 有的時候 - 他們有另外一層的那個 - 評審標準 - 攝影啊 - 攝影啊 - 服裝啊 - 還有那個什麼 - 還有那個什麼 - 那個那個 - 剪接 - 我覺得都另外有一層 - 另外有一些那個什麼 - 考量在裡頭 - 這我就不知道啦 - 因為當然 - 我就想說 - 那個 - 既然那個 - 大家都說那個 - 這種 - 像我們剛剛前面都在講 - 很久沒拿人 - 這一次總該輪你拿了嗎 - 羅傑迪丁斯應該有機會了吧 - 因為普團紀念也是 - 對 - 憑他那個 - 說老實話 - 我覺得他的對手 - 對 - 就還好 - 那就蠻大的 - 對就是 - 敦克爾克實驗性強 - 但是你知道 - 就是一般人會認為說 - 這沒有超越諾蘭以往的東西 - 對啊 - 然後 - 水底的 - 水底情深 - 我覺得他的特色是來自於他 - 小兵力大功 - 他預算真的很少啊 - 對啊 - 那有時候拍這個東西 - 就是那個 - 卻拍出非常唯美的東西 - 對啊 - 黑暗 - 最黑暗的時刻 - 他只是拍得很漂亮而已 - 呃 - 算是吧 - 因為我覺得現在 - 講攝影這件事情 - 其實有點那個 - 有點 - 你必須要 - 我就有點不太清楚 - 他要怎麼去分他 - 因為現在黑暗 - 最像最黑暗的時刻的導演 - 喬萊特 - 其實一直以來在視覺上面 - 做得很 - 他很特別 -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導演 - 他其實在視覺風格上表現非常強烈 - 之前看到他那個什麼什麼 - 贖罪啊 - 什麼都可以感覺出來 - 這個人其實很會玩 - 很會玩他的視覺 - 對 - 就我們之前 - 剛開始聊的 - 其實 - 理論生來講 - 攝影也必須要跟文本做配合 - 對 - 對 - 但是不是應該是說 - 以喬萊特的那個狀態來講 - 他其實是會用 - 他的攝影 - 跟他的剪輯 - 還有他的運進 - 跟他的場面調度 - 或是他 - 像他們玩那種一鏡到底的東西 - 來試圖去 -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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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很有名的鏡頭 - 所以的一鏡到底有沒有 - 然後那個跟音樂接在一塊之類的 - 對 - 天衣無縫 - 雖然我個人覺得這有點太招搖了 - 有的時候讓我覺得 - 呃 - 不用完成這樣子 - 對 - 我個人一直都不覺得說 - 一鏡到底這件事情 - 我覺得一鏡到底到後來 - 變成一種很賣弄 - 你知道嗎 - 並不是說 - 一定要完成這個樣子 - 對啊 - 像影翼殺手2019 - 那個在那個貓王那一場戲 - 嗯 - 貓王那一場戲很厲害啊 - 就純就技術上而言一話 - 它那個一整個黑暗的空間 - 可是又有那種雷射閃光打在上面 - 貓王 - 又跟那個 - 那個投影的貓王做互動 - 然後那一瞬間 - 欸你又覺得說 - 那東西貓王又像真又像假 - 就像這片子裡面的其他角色一樣 - 那個場 - 那個場景我覺得算是一個得獎場 - 呃 - 而且特別的是它其實好像沒有用 - 沒有用到什麼CG的 - 那個東西其實好像是實景拍出來 - 那個的確是很厲害的 - 因為我為什麼說他們會有一種那個什麼 - 就是他們在給技術獎項的時候 - 可能會有其他別的考量 - 是因為有一年我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 - 就有一年啊 - 得到最佳剪接獎是神鬼認證 - 三 - 最後通頂 - 然後 - 我覺得一般 -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看電影的人 - 你可能不會知道說為什麼他會得 - 因為 - 而且可能還會覺得很奇怪 - 因為他明明是一部 - 諜報娛樂電影 - 不過 - 我先說我個人感覺 - 我覺得這個獎得得還蠻實至名歸的 - 是的 - 就是 - 但是你如果有 - 我那時候是覺得一看他真的該得了你知道嗎 - 真的太厲害 - 對 - 就是但是那一般 - 可能一般人可能是 - 你如果沒有特別去研究這件事情的話 - 你可能感受不到這個東西 - 因為他那一部他得了 - 真的是他 - 是因為他 - 在敘事上面他做了一個突破 - 而且他撿得很厲害 - 撿到後來我都看到跪下來 - 怎麼可以做到這種狀態 - 而且好精彩 - 而且他其實是用超級多歲的片段 - 然後去呈現出一個 - 一個事情 - 一個故事 - 然後這故事竟然還講得很引人入聖 - 而且他其實到後面 - 有很嚴重影響到 - 後面的很多娛樂電影 - 你知道 - 就是在他那一 - 在同一個時間點那個什麼 007也突然間變成那個樣子 - 對 - 就是他做了一種那個什麼 - 把東西切的 - 把敘事切得非常非常的碎 - 然後幾乎都是那種 - 手持鏡或是什麼 - 然後去把它接起來 - 這樣子 - 然後最後變成另外一種 - 就是他用這樣子講出一個故事 - 對啊 - 對 - 那也讓我覺得說 - 他們其實到最後 - 有一種那個什麼 - 除了分配獎項之外 - 還有別的考量 - 那個是真的 - 可能真的有 - 給予一些技術上面的那個判斷 - 還是真的有在判斷 - 他們是真的有給技術上的判斷 - 那個不是 - 不是一般人在投他的 - 投這個票的 - 那個很明顯 - 應該是 - 有相關技術人員在投票 - 你知道 - 因為如果你是一般 - 奧斯卡的規矩是 - 入圍市相關人員投入圍 - 得獎是所有人一起投 - 嗯 - 所以說那個 - 美術也可以去投攝影 - 演員也可以去投 - 剪接之類的 - 他們最終獎項是所有人一起投 - 對 - 所以應該是說 - 他們那個表演跟那個什麼 - 他們幾個那個大獎 - 我覺得他們 - 我覺得會有政治 - 因為那個什麼 - 大家總是都看主角啊 - 導演啊 - 對 - 但是我覺得像技術獎項 - 我覺得他們變得 - 他們比較 - 沒有這個問題 - 因為一般人 - 不去看這個 - 但是我就覺得他們在頒 - 頒技術獎的時候 - 我都覺得那個什麼 - 那個真的 - 真的是 - 真的是 - 該該得獎 - 那個真的是挺厲害的 - 對啊 - 因為這這一點也是我覺得 - 呃 - 台灣的獎項 - 可能應該 - 台灣的一些那種電影獎 - 可能要去 - 去 - 會 - 希望他們能夠 - 能夠 - 能夠比照辦理的啦 - 因為台灣的那個 - 像金馬獎 - 他們是小評審制嘛 - 知道嗎 - 就變成所有的東西 - 好像都是一起 - 都是這個小評審 - 一起給的這樣子 - 對啊 - 所以我有時候 - 會覺得說 - 技術獎項 - 是不是應該有技術 - 要加入技術評審之類的 - 他們可能會 - 因為他可能會 - 呃 - 呃 - 因為 - 因為攝影跟剪接 - 其實一般人 - 可能 - 一般觀眾可能不會 - 特別去注意 - 對 - 可是這個東西可能 - 反而變成是業界人士 - 可能會比較在意這件事情 - 對 - 那如果讓業界人士去 - 去評選出來 - 是不是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- 這樣 - 有幾年他們那個評審的那個 - 選出來 - 然後讓我覺得 - 為什麼這個人當評審的那種感覺 - 應該是說 - 我們也喜歡看電影啊 - 但是 - 呃 - 好啦 - 這個這一點我覺得 - 應該 - 這是我的那個什麼 - 偏見 - 老實話 - 就是有的時候 - 會覺得這個 - 這個人可能 - 呃 - 再 - 再看電影的時候 - 說難聽點 - 有時候有些評審 - 讓我覺得說 - 欸 - 啊這個人 - 那個什麼 - 他的那個電影評位 - 不就跟我差不多 - 我就是個觀眾 - 這樣子而已啊 - 對啊 - 就像那個 - 環英雄也可以當金娜角評審 - 一樣的意思 - 因為有的時候不是 - 就是有的時候 - 欸 - 像有一年是幾米當評審啊 - 啊 -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- 嗯 - 你為什麼請幾米當評審 - 你知道嗎 - 就是好 - 他是個插畫家 - 對 - 他的確在美學觀點上 - 一定會有一定 - 他那個什麼 - 一定有一定的審美能力嘛 - 對啊 - 可是 - 他跟電影 - 畢竟不是同一件事情啊 - 對啊 - 那你讓他去評電影 - 讓我會覺得 - 那有點 - 不太不太妥當 - 你知道嗎 - 對 - 那我當然也是希望 - 但是可能他們就是 - 呃 - 我覺得金馬翔有時候選評審 - 是一種那種 - 他們 -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是講說 - 他們希望有那個什麼 - 別的眼光進來什麼之類的 - 對啊 - 那 - 可是我又說又是希望說 - 你這樣子 - 有點不尊重業界人士 - 的感覺 - 就是那 - 那你你你你你讓他給一講 - 那那個什麼 - 他選出來的簡介獎 - 那你覺得得拿到簡介獎的人 - 怎麼想啊 - 對不對 - 一排簡介獎 - 然後 - 讓一個插畫家來選 - 選誰的簡介好 - 但並不是 - 但 - 畢竟並不是只有其名一個人 - 對 - 是啊 - 對 - 我只是我只是因為 - 我只是因為他的入選 - 讓我覺得有點詭異 - 然後 - 對 - 還是有其他那個專業業界人士 - 就是在那個跟他自衡的 - 對 - 沒有因為這可能也跟那個小評審制 - 有關係 - 就是因為小評審制 - 那如果只有十個人 - 那他的那一票可能突然間變重要 - 的確是吧 - 對啊 - 那個 - 筆竟是小評審制 - 對 - 評審制 - 各界賢達的概念 - 各界賢達的概念 - 也代表這個獎項 - 其實也沒多專業 - 對不對 - 那就是 - 那就是一種那個什麼 - 群眾 - 就是群眾認可的一個獎 - 這樣子 - 對啊 - 那 -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- 你被群眾認可 - 那那個什麼 - 有什麼好高興的嗎 - 某種情況下 - 對啊 - 那我今天打一個很糟的比方 - 如果今天那個什麼 - 大家選剪接選圖阿末 - 得到最佳剪接獎 - 獲得大眾選上 - 這樣 - 喔乾 - 那你覺得 - 會有點奇怪 - 好啦 - 這個不過 - 不過我覺得 - 我這樣講都是偏見 - 說老實話 - 比如說 - 像金馬甲模仿 - 就是那個 - 網友有提到 - 其實 - 歐洲的各種影響 - 其實都是評審制的 - 是 - 因為其實 - 評審制另一方面 - 你說 - 它不尊重專業 - 可是另一方面 - 它也是一種尊重專業的考量 - 因為它選的人 - 除了那些什麼機密的以外 - 它選的人 - 至少都是 - 業界的知名導演阿 - 李安阿 - 最近一場的迪諾阿 - 還有業界知名的演員阿 - 化妝師阿 - 然後大家來集合成一個 - 這也是一種那種 - 這也是一種某種程度的尊重專業 - 而且這些選出來的人 - 都是 - 就是像有些人講的嘛 - 就是這個行業裡面最賢達的人 - 這也是一種尊重專業 - 像好萊塢那種投票制 - 你永遠不知道說 - 那個人是抱著怎麼樣的心態 - 是啊 - 這個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- 對 - 對 - 我只能說 - 我當年的偏見累積起來 - 是因為被那個什麼 - 應該是說 - 只是僅僅因為一兩個人 - 讓我覺得 - 那個什麼觀感有點不好 - 對 - 有些人的確 - 的確是有很奇怪的那個 - 有點奇 - 就是會讓你想一想 - 會嫩一下的那種感覺 - 對啊 - 好啦 - 奧斯卡這種投票 - 根本就是選舉操作 - 所以前幾年才會被哈威吧 - 是的 - 那個 - 溫斯坦其實在當年 - 其實 - 有一點把那個什麼 - 奧斯卡當成一個行銷選舉的操作 - 就是他會在前面放做行銷戰之類 - 但是呢 - 我覺得 - 你要說他好 - 你要說他不好嗎 - 其實我覺得他也 - 其實我覺得奧斯卡反而可能 - 在某種情況啊 - 他們就是那個什麼 - 影藝學院啊 - 他們可能還蠻開心的 - 因為 - 這 - 呃 - 說老實話 - 我覺得奧斯卡頒獎典禮 - 就是一個那個 - 電視節目 - 它其實是一個電視節目 - 它是一場秀 - 所以你知道嗎 - 那先坐在那邊的那個 - 明星啊 - 被找去 - 其實 - 我覺得他們都知道說他們 - 當天是在表演 - 所以很少有人會在裡面流露出真心情 - 覺得那是一場秀 - 那是一場電視節目 - 所以每個人要表示表現出 - 他們本本本本本是演員嗎 - 他們本他們會做他們的演員本人 - 知道嗎 -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覺得他 - 每次看奧斯卡會覺得他們 - 每個地方都有做出很精準的操作 - 他們操作的精準到就是那種可能到倒數十秒然後還在訪問 - 可能快要一分鐘就要開場還有訪問 - 訪問完剛好進去然後就還在這種情況下 - 你覺得會有任何東西是 - 是沒有經過超那個什麼安排的 - 知道他其實是那個非常細密的安排 - 當然也不是說沒有意外 - 其實也曾經發生過意外 - 像去年就有意外 - 就搬錯了 - 去年我記得最後那個什麼 - 月光下藍色男孩嗎 - 就搬錯了這樣子 - 對但是他們我覺得他們厲害 - 他們就是錯了還有辦法圓回來 - 那是一群 - 大家都知道秀不能垮掉 - 對就是他們一群人很專業的在維持這個秀 - 知道就是不可以把這個不能夠 -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- 不知道怎麼切畫面 - 你在奧斯卡有點看 - 是不會看到這種情況 - 不會看到放鬆事故這件事情 - 他們就是會即使出了事也要把他把他安安穩的扭回來 - 就是所以為什麼要找那個脫口秀主持人 - 就是出了錯 - 然後就還要把他圓回來那種狀態 - 對啊 - 好啦 - 這個 - 也就是因為 - 其實好萊塢人都知道奧斯卡 - 其實就是一個大秀 - 可以賺錢又可以搶化鐵大秀 - 所以在投票上面其實就會 - 常常有很多政治上考量 - 就會想說今年是黑人年 - 就多投給黑人一下吧 - 今年是米全年 - 我覺得尤其是在這20年來特別明顯 - 我覺得在八九零年代可能還沒有 - 還沒有這麼嚴重 - 因為在以前的可能 - 應該是說那時候還是白人至上的狀態 - 那白人至上的狀態是不會想到那個 - 那當然就是一群白人在那邊比誰誰的厲害 - 對不對 - 那到最後你就會放 - 那時候反而你還蠻容易 - 就是發現有那個演技的那個激烈的那種狀態 - 雖然說97年也有那個什麼 - 也有奇怪的狀態 - 像沙翁情死的 - 得獎之類的 - 但是在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 - 像是也是沙翁情死啊 - 那個女主角得獎 - 女配角 - 只演不到20分鐘的戲 - 最小女配角 - 朱迪丹琦 - 可是朱迪丹琦真的厲害 - 你會不由得說 - 她真的該得獎 - 這樣之類的 - 可是是要到了那個什麼 - 平權的那個概念出來之後 - 黑人要抬頭 - 今年一定要頒給黑人 - 你才會比較容易看到 - 獎項分配的狀態 - 感謝您的收看 -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- 你還在乎回家嗎 - 別負責我 - 沒負責我 - 和尼林